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全国政府议长联谊会今天来到花莲 力挺议长张俊 总会长新北市议长蒋根黄带来好消息 国民党中央已经同意让张俊 暴准参选议员 张俊批评现党部滥权 喊话停止内斗 呼吁主席朱立伦不再姑息 现党部主委张艺华称 张俊因涉贪一审 遭判刑才以党章 绝不提名 这对遵守制度不应个人或是派系而受到影响 国民党籍的蒋根黄 这次代言多位政府议长 以及议员申员苗栗先议会的议长 钟东景和花莲先议会的议长张俊 抗议党中央提名布公 而这次来到花莲县获得热烈的欢迎 蒋根黄也带来好消息 表示昨天接获秘书长黄建廷告知 黄已经与张俊联系 可报准参选消息的先议员 既然你来这里要把各位报复的各位消息 我们常常常会 还有跟我们秘书长说我的主席 秘书长有跟他说的 他有打电话给我们张俊议长 说绝对没有问题 张俊议长报准以来 跟我们接我们的秘书长有跟他说的 我们秘书长有跟他说的 我驾你来 我们张俊议长 他说有啦 我们秘书长有跟他说 表示这就是好的消息 你说对吗 对 张俊表示昨天已经获得蒋根黄告知这件事情 但并未受到公文或是听地方党部有承报不敢确定 他批评新党部烂权无视于成为国民党立下汉马公务的先认优秀党员 全面排挤 铺天盖地的提名之余人对口袋的人选卡位手段无极限 向主席秘书长喊话不能够再放任花联县党部为所欲为 兴起干戈 要请我们党中央不能再默示花联县党部的烂权 请朱主席不能再放任花联县党部的为所欲为 然后所做的这个兴起干戈 停止这场后山的党内政治浩劫 那国民党才不会将拥有绝对执政优势的花联 拱手让人 那当今的花联县党部无视曾经为国民党立下汉马功劳的现任优秀党员 全面排挤 只知道铺天盖地的提名自己人 对口袋人选的卡位手段无极限 那以个人的私利大玩提名权 把基层的团结破碎化仇恨化 这不是我们要的中国国民党 那花联县党部的所作所为以严重破坏民主政治的根本 把政治把政党政治的精神啊 破坏殆尽 同志的撕裂 党魂的亵渎 党阁的侮辱 拟灭人性的追杀 这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国民党 请党中央正事不能再姑息 那停止这一切的内斗 远比张俊获得提名或报准参选来为更为重要 对于是否同意张俊报准参选来迎花联县党部主委 张英华表示 中央党部目前没有给党部这样的讯息 张英华表示张俊因处反贪污自罪条例一审判刑7年8个月 这是事实 根据党章 任何党员违反排黑条款 不得参加党力的初选 这也是事实 地方党部完全按制度走 主席主委人昨天也在中常会明确的说明 任何个人或派系不会改变党的提名制度 中国国民党的提名 绝对是遵守党的制度 不会因为个人或是派系受到影响 记得绝望你 我是伯老